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可不能就这么日从啊 老三摇着头 大步向门边走去 不是运送 只闹了误会笑话了 他一边说 一面再次大喊一声 开门 开门 这一次 不止他一个声音 外边还响起了一个女声 声音出来 便是一声安静 开门 开门 里外再次同时说道 一直缩缩在一边的金歌 望着站起来 娘子 他喊道 起转就往外跑去 老三大步上前 打开了门 看着门外站着的女子 一如既往裹在斗篷兜帽里 两下相望 男人先忍不住 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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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娇娘肥脚弯了弯 略以低头 紧跟在后面的周六郎看着这一幕 绷紧了脸 婢女推开门 招呼众人进来 说起来是我们的家 其实我也是同一次来 他说着 一面又忍不住 抬手锤打两下金歌 你这混账小子 乱跑什么呀 吓死人呐 金歌一颗心落地 也不哭了 只顾着咧嘴笑 成娇娘再次转身 坐巧 几个男人门还礼 他们乱乱说道 不敢不敢 娘子请 娘子请 成娇娘又看向周六郎和其郎君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进来等 这说话的几个男人都惊讶 视线看向周六郎和其郎君 不放心 是不放心 他们孤男寡女的吧 看着两个少年都是富贵俊秀 与这娘子才是同一般的人 秦贱或者 大家便有些善善 老大说道 你没什么事 我们 我们不用进去说的 那边周六郎冷笑一声 水秀转身急不走开 秦郎君趁成娇娘笑了笑 也有小丝调转车头走开了 小 成娇娘再次说道 伸手坐请 几个男人带着几分愕然不解 看看周六郎和秦郎君的背影 最终还是进来了 在室内跟编主坐定 金哥在这里熟悉 帮着婢女给大家送水 婢女笑道 什么都没准备呢 连茶都没有 男人们门还礼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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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着 一面打量四周 一个男人称赞道 好住处 好住处 就是 这才是京城嘛 昨晚那窑子 一个男人跟着点头 话没说完 被身旁的男人抬手打了下 话便停下了 看着其他男人弄梦 这男人缩头 忙端起水来喝 再不敢开口 娘子 真是抱歉 我等无知鲁马 让娘子担忧 给你们惹了麻烦 老三正容说道 一面抬手要失礼 这边逞江婷看醒她 坐正身子 整理衣袍 除她们行棘手大礼 男人轰了一声盲侧身 或者避开 或者乱乱地回礼 老大喊道 娘子 你这是要折杀我们的 婢女也有些意外 这个娘子虽然文静有礼 但对人行如此大礼 还是头一次 关键是 论起来 她才是这些男人的大恩人呢 恩人怎么向受恩者施礼呢 成交娘做完整套礼节 才抬起头 成交娘 谢几位大哥大恩 娘子 你这是做什么 老三最先说道 一面素容做正身子 一时要行棘手大礼 你是怪我们 建恩人不施礼吗 成交娘 不知有幸 拜几位为兄长否 正要师里的老三愣住了 其他人也愣住了 什么 这 这怎么可以 屋子里的声音传到院子里 冬日尚未结冰的银水花池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在竹石山井上盘前 几个男人搬起山 看着面前的女子 面色胀红的喊道 这 这怎么可以 老三说 娘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如何能乱了规矩 就是就是 我们什么人 娘子什么人哪 另几个也忙说道 成交娘安然而坐 听他们乱七八糟的 各种反驳拒绝 总之一句话 她是他们的恩人 她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不能高攀 不能低救 看着成交娘安静 婢女慢慢的也明白了什么 也不再惊讶 安静的给几人添水 饮酒一夜 醒来就奔波躲逃 几个人真是渴了 反正 娘子你可千万别再说这种话 真是吓死人 别说和你结义 就是和你身边这个姐姐 我们都天上地下呢 嗯 嗯 多谢姐姐 再来一碗 婢女笑而不语 给她添水 老三摆摆手 示意大家不要说话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 老三苦笑着说道 娘子 其实这件事不是我们帮了你 要不是我们 金哥或许早就被你找到了呢 你无需为此挂怀 这个男人也聪明呢 逼你抬头看他 成交娘再次低头失礼 其实你们想多了 他说着抬起头看着男人 我只是想要有个兄长而已 想要有个兄长而已 男人们愕然 你们不是要报恩吗 成交娘说着看着他们 多个妹妹照顾 这个恩报一辈子 不是更心惩吗 这样吗 男人们 你看我 我看你 好像听起来也对呀 但总觉得 哪里也有点不对 几个人齐声说道 那个 大哥做出吧 被换作大哥的男人 和老三对视一眼 老三点点头 老大说道 好 既然娘子看得起 我们就认了 成交娘冲他们 弯了弯嘴角 多谢哥哥们 他说着 低头失礼 虽然是第一次寄来的宅子 其内的物品 背得齐全 小书房里 笔墨纸燕 薰香等等 皆有 必你将东西搬过来 问道 娘子 要自己写吗 成交娘点头 说道 你去帮哥哥们写 是啊 必你应声是 拿着笔和纸 来到男人们面前 老三伸手说道 我来吧 必你记得他读过书 自然也会写字 便一言将金案推过来 自己磨磨 老三提起笔 写金蓝谱 今有 茂园山人士 范江林 范石头 徐茂修 徐四根 徐喇月 范三丑 徐棒锤 告祖宗之灵 今有 江州城市交娘 告亲族之灵 无奈以炉中焚香 成交娘和老三 并列齐前 各自展开手中帖子念叨 成交娘每念到一个名字 男人便站出来 示意识自己 成交娘含笑 点头见礼 各自念完 叩头 将其兰谱 投入香炉中 如此 小妹 见过诸位哥哥 成交娘再次施礼说道 平白多出这么一个妹妹 男人们都有些手足无措 胡乱的还礼 老三徐茂修 抬手相搀扶 这边 碧你带着金歌 过来跪下磕头 见过朗君们 慌了男人们 跳脚躲开 朗君这个称呼 可是他们这辈子 头一次听到 还是徐茂修 安坐接受了礼节 他含笑说道 我徐茂修 父母双亡 活了二十四年了 竟然也有个妹妹了 徐茂锤 要忙跟着说 对啊对啊 我活了十八年了 茂修 你才十八岁 对啊 老子才十八岁的 也是一条好汉 你怎么长得 比我爹都老呢 你爹又不是我这头好汉 屋子里的说笑声响起 一扫方材的居锦 看着剑销居锦的欺人 成交娘歪了歪嘴角 他 有声掌了 周六郎 靠在上马石上 手中咬着马鞭 望着街上 来来去去的人群 不知道在想什么 邪狼君 用手中的拐杖 处了下他 周六郎 皱眉不悦道 干嘛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回去回去 邪狼君 笑着伸手指了指那边 说道 找你的 巷子里 婢女急不出来 左右看 很快看到这边的周六郎 便含笑过来了 周六郎站直身子 摇着马鞭 看着他 婢女含笑 视力说 出来的急 没带钱 公子 可有钱 借来用用 秦郎君 笑着转个头 周六郎 看着婢女笑 忍不住 也冷笑了下 他问道 哼 我如是说不借 又如何 婢女 不急也不恼 那也无法 他转头 看齐郎君 这位公子 嫉妒偏天 不知 可借钱又又 齐郎君 哈哈笑了 呵呵呵 你家娘子 如此夸我 我自然要借的 千金买一笑 如今我千金 买一赞盐 自是值得 他说吧 果然是意 小思取钱 周六郎 早已向一袋的钱扔过来 婢女伸手接住 多谢公子 娘子 与郎君们 吃过饭 才会回转 公子 不如先回去吧 说吧 一步向街上而去 郎君们 那几个猛汉 是郎君 岂不是羞辱自己 是满汉 周六郎 咒眉 说道 你瞧 这女人 羞辱人 只言骗语间 也不放过 其郎君摇头 他非是这等 言语技巧的人 既然称呼为郎君 那必然 是有称呼的理由 他说着 一面看着那边的宅院 轻轻叹口气 这可惜 无缘踏入 周六郎 哼了声说道 对不住 是我连累你 不能亲近美人了 上来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吃的美食新奇 我们前去尝尝 你妹妹不疼你 我疼你 午时 城郊娘的宅院里 香气从半开的 纸门的室内散出 屋子里 几个男人 争捧着碗 狼头虎咽 金哥抱着一盘子肉 从厨房那边跑来 有妹妹就是好 吃的好 徐棒锤含糊说着 一面还挤着筷子 从锅里捞起肉片 相比于其他人的行指 大哥范姜林 和三哥徐茂修 蹬撞一些 他们说道 妹妹 莫要再操吃了 这就够了 城郊娘正和婢女 一起将菜肉 分食装盘 闻眼 只是看过来 嘴角弯一弯 哥哥 莫要说客气话 这些 如何能够 范姜林 和徐茂修 看了眼旁边 狼吞虎咽 一盘子一碗 很快空了的地上门 善善笑了 况且 我也很高兴 城郊娘说着 一面低头 细细地将几颗菜 剪短摆好 很久 没有这么热闹过来 午宴散的时候 买来的菜肉 皆已经吃光 遗憾 没有好酒 范姜林笑着 拍着一旁的酒壶 说道 这还就没有好酒 妹妹再如此说 我们真是不自在了 城郊娘笑而不语 林峰许事 喝水玉是罪 徐茂修说道 将余下的一杯酒 仰头喝光 城郊娘起身 说道 如此 我就先告辞了 男人们有些不解 忙跟着起身 他们乱乱说道 是 是 我们告辞了 倒扰我妹妹 许久了 不是 哥哥们 住在这里 我住在 我外祖母家 男人们再次愣住 前击 又忙白手 他们又乐乱说道 这怎么好 吃妹妹的 喝妹妹的 又住妹妹的 成交娘 弯弯嘴角 你们换我妹妹 既然是一家人 还要如此见外吗 徐茂修 制止大家的乱扰 看着成交娘 诉容 妹妹 事才 令金哥心言 你原本 是要住在这里的 他说着 浓密活潮的面容上 眼神微闪 既然你喊我 语成哥哥 那么 有什么事 也要直说才是 不要让哥哥们担心 金哥被解救出来 各方人马乱乱 其间 不乏陈家的人 说些风凉话 娘子被想走 你再丢了 我们陈家 就不要再庆程混了 不过那周家司 脑子大家都乱了 忘了金哥你 你家娘子 可是被他们挟持去的 这些下等小司 拉着金哥 胡乱说的话 只是几句 没想到 这个男人 竟然也注意到了 其他男人 也回过山 看看徐茂修 又看看成交娘 孙大 有人欺负妹妹无成 大家问的 一个个战红脸 成交娘嘴角弯弯一笑 哥哥多虑了 没人欺负我 或者说 只是别人 觉得欺负我了而已 说吧 看着徐茂修 再次一笑 我说过 我只是 想要个兄长而已 徐茂修 徐茂修等人一直送出去 看着那女子 带着婢女 坐舍而去 金哥被留下来 正忙里忙外的收拾 范江林 呼的说道 老三 你如此赛色妹妹 就不太好了 徐茂修 这个娘子啊 长得好 虽然没说 但可见家事一定好 还有起死回生的医术 跟他们这些贱民 简直是天生地下 永不可能交集的 竟然成了他们的妹妹 说出去 谁会信 他们自己都不信 范江林说道 茂修 他说了 只是想要个兄长而已 你不要想太多了 如果他是要用我们做什么 他说到这里 苦笑一下 我们 又能给他做什么 他摊开一双粗糙的手 说道 这疼命吗 反正也是他救的 拿去便是 说到这里 看徐茂修 他又补充一句 呃 你的命 不是我们的 徐茂修哈哈笑了 带着几分自嘲的说 是 我想的太多了 自诩 读过几本书 遇到过几次不平时 便以为 看透这人心 却大多 是庸人自扰 要不是我 胡乱揣刺相机 也不会惹来这误会 陈后 传来其他几个弟兄的 大呼小叫 哇 这里的房间这么多 可以一人注意一下了 太好了 再也不用被老四的呼噜扰了 胡说 你的呼噜 才让人不能睡呢 我要住这间 我要住这间 你得也找一个去 半江林和徐茂修 对视一眼 都哈哈笑了 他们 竟然有个妹妹 有个家了 还要住这间 有个家了 感谢观看